金華城徒弟被法院裁定扣押 北市藍綠議員連數提案 要求金華城停工 避免20%榮獎 若真的蓋了 恐怕逃不回來 卻遭藍營北市議員秦惠珠檔案 周刊更爆料 他曾在2022年議員選舉 收過威京旗下公司 忠實化綠能科技30萬政治現金 檔案動機也被質疑 當我的提案我也是蠻不解的啦 因為事實上這個案子 已經沸沸揚揚 周刊的報導我們就尊重吧 跟我們地方議員關係都非常的好 我跟這個中共的這個關係呢 可以說是基於地方選民服務的關係 政治現金我也都坦蕩蕩的依法申報 秦惠珠拿跨黨派議員掛刊版 類比自己收建商政治現金 還拿簡訊強調民意不願停工 說自己也曾在5月10號 向市府提出解套方案 有沒有可能把這20%收回 我們會擬妥相關的因應方案 好 20%榮獎沒收或繳貸金立場不變 但即便市府已不予施工勘驗 等同變相停止施工 議會同仁的停工提案 秦惠珠再喊會繼續檔 下個禮拜如果有類似的提案 我想我的主張依然不變 我不是許巧心 請許淑華不要抓著我糾纏不清 覺得他扯太多了 我覺得他不要去扯這麼多 如果要是今天好讓他蓋完了繳貸金 那你是不是也縱容其他的建商 或其他的業者比照同樣的方式 金華城停工提案或跨黨派支持 秦惠珠卻獨牌眾議黨案 如今又爆出說過政治獻金 難免引發外界聯想 三選張依然許選台北裁縫報道